主料,碍叶20克,鸡蛋两个,辅量,食用油,盐1分之1小勺,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10分钟内,把所有材料准备好,鸡蛋磕进碗里,打散,锅洗净,注入深量清水,并大火注开,放入洗干净的碍叶,大火注开,老体,用冷水冲洗一下,取出,捏干水分, 切碎,加进打散的鸡蛋中,加入调料拌匀,热锅下游,中小火把油烧热,倒入拌匀后的碍叶鸡蛋叶,中小火煎至金黄,翻面,煎至两面金黄即可,装碟,即可开吃,飞泼水的碍叶一点都不测,只有淡淡的碍香,特喜欢,我家的碍叶,长得多旺盛,烹饪技巧,留意一下三点, 煎出的鸡蛋肯定是金黄金黄的,一,油烧至六成热,即可倒入淡叶,二中小火,三,要慢慢煎,要有耐心,煎好一面翻面菜煎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稳提起牛CXYD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谢谢大家